若你相當關注一些先輩小車 一些比較性能的鋼炮的話 那Suzuki的Swift Sport 一定是2020年最讓你興奮的一款車 除了它擁有手排加上清油電系統之外 80萬元的售價也是讓它成為現在市場上 少數價錢親民的性能鋼炮 那我們今天也特地找來一位 剛買Swift Sport手排的車主來訪問一下 他在購入這台車之後 有什麼優缺點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好 我們走吧 你好 你好 這就我們今天的車主楊先生 我是車主 你好 你好 楊先生 你好 一般大家都怎麼稱呼你 大家喔 大家都叫我站長 站長是不是 對對對 喔 哪一個站就不要講了啊 不是火車站的站 不是火站 好 OK 那平常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喔 我從事的工作 我跟你們很像耶 我也在經營7G車的媒體耶 也是一個媒體的 YouTuber YouTuber 那你在購入這台小鋼炮之前 你有考慮過其他的車款嗎 沒有耶 我只是覺得它很可愛 看到它可愛的外型 你說小鋼炮我還有一點訝異 這就是很可愛的一台車啊 就是覺得它的外型上很可愛 對啊 很可愛 這橘色很漂亮 那時候這台車的排價是80萬嗎 你們做網站資訊有錯喔 這個是雙色喔 雙色要加1萬 要加1萬 對好 那這台車當初的排價是81萬 那想請問站長最後在購入這台車的時候 它的售價是 他們很硬 因為這台車說什麼要排到年底 所以還是81萬 所以是完全沒有折扣 狀況下購入的 對 好 這可以講嗎 會不會很丟臉 應該是還好 因為大家都要等車 喔 你們如果有買到比較便宜的 不要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會心痛 站長會難過 看到現在啊 站長是什麼時候購入這台車 我是楊先生不是站長 你叫我楊先生就好了 楊先生啊 說不抓蛇啦 那楊先生是什麼時候購入這台車 大概一個月前吧 一個月前 那目前開一個月之後 有什麼覺得比較喜歡的地方嗎 這個開一個月 我現在大概開了快3000公里了 那有在山路上開過 有跑去台中 又跑回來 然後又跑去賽道上開 我覺得我非常喜歡的就是它的外型 對 因為這個外型實在太可愛了 我知道很多人會買黃色 鮮黃色 可是我覺得橘色是最漂亮的 因為我當初有知道有橘色以後 我馬上就下訂 而且跟他們講說我一定要橘色 你沒有橘色的話我會退訂 他們就就是給我橘色 就生了一個橘色出來 而且因為橘色是雙色的車色嘛 所以只有橘色才是新年式的 如果你是黃色的話 因為不一定看得出來 從正面看不出來 你可能以為是舊款的 可是我覺得橘色的話 就一定是新年式的 一定是Hybrid 一定是 不是大拇指就是 一定是大拇指啦 六速手排的車 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外型 第二個優點 我覺得它的 操控性真的很不錯 整個在山路上開的時候 它的前輪指向性真的很好 我後來再去試了一些所謂的性能車 其實前輪指向性也沒有這麼好 但SWii Sport它小小的 車小然後在前輪在打的時候 整個很快的就把你帶入彎道 真的很棒 對呀 再來就是 車子很小 找停車位很好找 在台北市停車很方便 對 別人都擠不進那個車位 我還 就是把它給進進去 再來我覺得 空間吧 很多人都說它空間很小 其實空間真的還蠻大的 就是你不要載人的話 空間還蠻大的 所以兩個人使用的話 對兩個人使用的話 像我 前天去賽道日啊 我就把 車廂打開以後東西都拿掉 然後椅背放下來 我的什麼重機的駐車架啊 我的裝備袋啊 我的三頂安全帽啊 還有 剛換下來的彈簧我都放進去 通通都進去 對 我知道還有另外一個人 好像叫Iris 他也買一台跟我一樣的車 不過他買黃色 然後他最近在他的臉書上面抱怨說 空間不夠大 他想要買一台比較大的車開去賽道 但其實我知道 他是最近試了阿田 不知道是真的心動 還是想要討好誰 就說什麼 Swift太小 沒辦法 想說要比賽要開去賽道 要比較大的車 但我覺得 沒有沒有 他就是想要買一車而已 他是想買新車 嗯 其實Swift真的蠻大的 我們來看一下 裝滿了東西 好像也沒裝很多 或者說後面呢 你看還可以帶腳錐 先不要問我 為什麼要帶腳錐在身上 總之就是 把這個放下去之後呢 再倒坪之後 空間其實真的還蠻大的 所以 嫌空間 而不買Swift的人呢 那就是 坎托拉 你看這麼可愛的小車 李游泊對不對 對 然後 說想要買其他車的一定是 他就是想要買車 不是因為空間的關係 他就是想要買其他的車 那有什麼地方是 開了之後才發現 比較不喜歡的嗎 我們這不是業配嗎 並沒有 剛才講不喜歡的點喔 對 還是要養一些 缺點的部分 缺點喔 坦白說啦 那個 隔音是比較差一點 像我開了 初期開了大概 三千公里嘛 在門板的部分 有一點異音 我是想說 找個時間 把它拆開來 去貼一些什麼 隔音棉 還是塞一些不要的東西 進去之類的 應該一般車主也都這樣做吧 大部分 可能會這樣做 像你這件衣服 我家裡也蠻多 小時候就把它塞到 塞到門板裡面 比較客家的做法 是喔 其他缺點的話 我覺得椅子 它的椅子 我覺得 要包跟不包中間 它算有一點支撐性 就是它其實一體式的 覺得還蠻戰鬥的 然後 左邊跟右邊的泡棉 我覺得也算是還OK啦 要包跟不包中間 但長期開起來 我覺得稍微一點 支撐性是比較差一點 我覺得小缺點 但還OK啦 你也知道81萬 還可以接受 對還可以接受 大致上先說到這樣好了 目前就是這樣 三個優點 兩個缺點 想請問楊先生有其他車款嗎 之前還有開CRV 還有Gorolla Cross 還有X1 所以之前的車都是比較 算是休旅車 所以這算是第一次 入手這樣比較小台的車型 你也知道 男人到某個年紀 就是想要回味一下 想要交其他女朋友的時候 就是要買新車這樣 好 那買這台車之後 有沒有在駕駛的途中發現一些 以前可能上網看一些媒體 像我們這樣的媒體 去報導車款 但是沒有講到的事情 很多耶 很多 像他說他有48V的 汽油電系統 汽油電系統 原廠說好像有10匹馬力 對不對 那個馬達有什麼 一直感覺不出來有10匹馬力 然後一開始我也覺得不知道到底 它是什麼時候作動 那後來我發現呢就是 你在爬坡的時候 或是說你剛要起步的時候 你如果轉速 檔位掛得比較高 然後轉速很低的時候 例如1000轉到2000轉 它這時候就會幫你出力 幫你推 可是我真的感覺不出來 10匹馬力的感覺 這感覺好像不到它的 對就是它的電腦是有顯示說 它會推 但感覺不太出來 那另外好像也 大家好像也比較少提到 它是有上坡 起步的時候的煞車系統 例如像我上坡起步技術很差 它就會幫你煞車 對它會幫你煞 而且會幫你煞大概3秒左右 3秒你還是不想起步 它就會 就會解除 就會往後路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大家比較少提到的 就是它的輕油電系統 到底什麼時候會發揮作用 跟它那個上坡起步的功能 這台車大家都知道 這算是小改款之前 就有自排的版本 對 那那時候楊先生有考慮過 沒有考慮過自排的 那時候 看不 不是 就是那時候還好 目光沒有看到這台車 沒有那時候沒有橘色 對那時候沒有橘色 橘色這麼好看這樣 對 最主要是橘色 為什麼有人買鮮黃色呢 橘色好看 對之前完全沒有考慮耶 在楊先生開這3000多公里 我覺得如果 假設今天是一個很久沒有開手排車的人 像楊先生一樣 想要回味一下年輕時候 手腳兵用的感覺 我平常很常在開貨車 對 就是 所以平常就有在開手排車 對對對 所以發現還算還OK 滿適合的 那覺得推薦給很久沒開手排車的人 這樣的設定 不要買不要買 這個車排隊排很久 不是你想買買不到的問題 對應該還有更好的選擇 像什麼 馬自達什麼東西 MX5 對 有100多萬的人趕快去買 我想 你如果有個100多萬的閒錢 想買一台方卡來享受一下 那MX5絕對是非常好的選擇 唉 不跟你多說的 你想買這個現在買不到 所以推不推薦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有錢也買不到這樣 有錢也要等很久 有錢也要等很久 會覺得有點奇怪這樣 對 所以推不推薦 可以啦 其實因為六速手排 就是 對 那種感覺 對 所以現在也是很少見的 就是百萬之內要找到 這樣子的設定 也是沒有的 然後我 這三千公里面 我有發現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打到R檔 就是 他不知道要拉那個 才能進R檔 踢起來才能進R檔 尤其是我前天在旅館 我已經 車交給趴車的人 我已經上去洗完澡了 出來他才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 他說他找不到R檔 我心裡在想說 你到底是試了多久 然後我上去都已經 脫完衣服洗完澡 他才告訴我 他才打電話上來 對 剛剛都是用推的 也有可能 對 楊先生有提到說 已經有下力寶跑過了 那想請問楊先生下去跑的時候 是跑怎樣的一個秒數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貼這個貼紙 因為我覺得 我有好幾個朋友都有貼 所以我跟他們借了一張來貼 貼一下 我就在報名表上寫說 我有去過大力寶 有啦 這個是真的有 像現在的話 大力寶所謂21彎道 21個彎道的賽道 我有一個朋友 也是開一樣的 他們已經做到2分04秒了 2分04 對 讓他車子改的蠻多的 懸吊什麼都改了 我的這一次去是做到2分09 我覺得還算滿意啊 所以2分09是全原廠的狀況嗎 還是有做改裝 其實我有偷改 我有改短彈簧 只有短彈簧而已 原廠做到2分09的狀況 我覺得應該可以做到 再開橫一點 應該可以做到2分07 就是該切的西瓜都切 不是啦 不是該切西瓜 該上的那個 入圓時 都要上 應該到2分07 不是問題 但我是覺得 可能會有點上底盤 那個 你如果看那個大力寶的影片 只要過去有那種 那個就是有上路原始 所以我在想說我下次去呢 就要上路原始了 就要去拼那個 應該2分07沒有問題 那以下我們會有幾個題目 是有1到10分 然後要請楊先生來作答 然後作答完之後 我們會問說 為什麼給這樣的分數 好那第一個是像 操控的拼分 給他的操控打幾分 1到10分 我覺得以這台小車來說 會給到9分 9分 我覺得真的是還不錯 其實沒什麼好挑剔 因為原廠這個Sport原本 它的阻尼 其實就是比較加強版的阻尼 那時候會想改短彈簧 就第一個我想讓車身再降低一點 比較好看一點 比較好看 而且其實你低了以後 重心是低一點 操控 操控就明顯好滿多的 再加上它的整個路感 也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短彈簧 是Tanabe 算是道路運動的版本 還算不錯啊 所以我給9分 因為我真的算滿滿意的 因為你開完它 再開其他所謂的 比較運動的百萬內的車 房車啦 運動化的房車 你會覺得說 這怎麼會叫運動化咧 不要講太多好了 怕你們頻道被封鎖 不方便講 那第二項就是 在它的動力方面 動力部分呢 這真的就是小車啦 而且1.4渦輪 然後 而且它的馬力比原本還降了 對 還降了CEP 然後想要用油電的部分來補回來 可是高轉的部分 那個衝勁還有那個熱情感 就不太足 而且它很快就斷油 基本上我在換檔的話 我是大概5000 接近6000錢我就要換檔了 不然你就很容易進入斷油區 它一斷就是 把動力整個收掉 對 這個熱情不夠 我覺得7分吧 6、7分 勉強及格 你就只能當作說 你不是買這個重點 這不是你買車的重點 動力不是它所強調的 對 就是綿密的換檔感 就一直換檔一直換檔 好 再一個是它的六速手排的變速箱 感覺楊先生給它幾分 六速手排的變速箱 我覺得它的精準度都還算不錯 我覺得以量產車來說 這種道路量產車來說 它精準度已經算不錯了 行程在原廠來說 也算偏短 還沒有到非常非常短 但我覺得打起來是還算不錯 我覺得這個有個8分吧 就是它在離合器的踩踏的重腳程度 會不會塞車的時候踩到抽筋啊 還是 因為我有從台中開回來兩次 我覺得左腳是還好啦 其實因為也習慣了 對 就是左腳我覺得離合器算蠻輕的 坦白說算蠻輕的 不然也是7.58分吧 不會非常重 算還不錯 隔音的部分 因為剛剛有提到 楊先生覺得它的隔音不是很好 我覺得隔音就一般啦 就是因為底盤傳來的聲音 還是蠻大 或者說兩旁門板傳來的聲音 都是有啦 你大概就是要 拿一些衣服墊到裡面去加強 我想應該是這樣吧 操作的救手程度 就是像有一些 影響鍵啊 風量調整啊 這些比較直覺的東西 這點我發現 它維持SUZUKI 一貫的傳統 你們看到有沒有 那邊有一台車 那邊有一台黑色的車有沒有看到 我二十年前有一台 一樣的車 它的設計介面呢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設計呢 大概就是二十年的歷史 維持傳統 對對對 維持傳統 所以算蠻舊手的 所以過去也是開SUZUKI的話 就是非常容易的上手 對 那它的操作介面其實是蠻簡化的啦 就是冷氣啊那些 你當然要習慣一下 按鈕是哪一顆 是哪一個什麼功能 因為它整體來說就不會太複雜 就很簡單 那如果你以前開SUZUKI的車的話 在那邊 那你就會覺得非常的舊手這樣 在小開款之後 SUZUKI SWIFT 4 它也加入了這個 ACC 就是自動跟車的部分 喔 ACC 很多人都會好奇說 手排車怎麼有ACC 那這ACC到底是怎麼作動 那楊燕燈有使用到這個ACC的部分嗎 有啊有啊 每天都在用啊 每天都在用 其實基本上手排車 它的ACC 就跟自排車一模一樣啊 就是說你掛好檔位以後 它就幫你繼續走 那你如果在ACC的過程 就是你已經啟動了 你要退檔 加速或是換檔 升檔 都完全不影響 反正你掛好檔位以後 它就繼續走 它也不會有那種 你可能會想說 它會不會油門突然爆衝 就是你當你採離合器或是 換到空檔的時候 油門會不會爆衝 其實都不會 它的操作方式 就跟一般一模一樣 但是呢 它這個檔位上喔 要在四檔以上 它才會作動 所以它就是用在高速巡航 然後它如果速度太低的話 它也會取消 那另外還記得它沒有車道自中 那再來我覺得它的ACC呢 跟我之前到處亂試車啊 這些ACC來比的話 加速是還好 但是煞車就會比較突兀一點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楊先生買這台車到現在 還算喜歡嗎 有沒有覺得後悔過 應該買其他車款 沒有啊 完全沒有後悔啊 這是我愛車 現在非常喜愛它 對對 親它一下 還不錯 這車而且漂亮 我很喜歡這顏色 買的時候越看越可愛 對啊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們今天的採訪 謝謝你 未來如果楊先生還有參加這台車做什麼其他活動 也歡迎跟我們聯繫 我們再來做進一步的採訪 我也以為你是說 未來我如果繼續買其他車的話 再跟你們聯繫 當然也可以 好沒問題 各位車子如果 有什麼車想要上來介紹 像我這樣子 講一些自己想講的話 就可以上來介紹一下 幫我們跟鏡頭達的招呼 拜拜 下次買新車的時候再見 再見了 拜拜